在同一座佛山上有两块相同的石头 几年后却也不同的结局 一块石头被做成了佛像 有很多人在膜拜 还有一块石头被人家做成了石阶 没有人理睬 这块石头非常不平衡地说道 老兄啊 我们是相同的石头 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差别这么大 另一块石头就回答说 你还记得吗 几年前山里来了一个雕刻家 你害怕搁在身上一刀一刀的痛 你吃不了这个苦 所以被凿了几下就变成了垫脚石 而我承受的疼痛终于成为了佛像 吃苦才能成功 所以人家膜拜我而把你踩在了脚下 人生的苦难 人生的苦难那是一架梯子 对于学佛人来说 那是走向西方极乐世界的梯子 对一些人来说 他是走向黑暗的地狱 一个人能够正视苦难 善待苦难 苦中修行 你就会得到人间成功的境界 只是心态不一样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积极上上 每当你越过一个苦难 你就提升了一击 每当你越过了一个烦恼 你就还清了业债 这样我们才能无再一生亲啊